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小小主播新闻,我是姜冠纯 北海岸的清零渔旬报道了,新北市保留的古早渔法,泵火仔,也开始作业 今年渔业处首创,从6月起,每天在点书粉丝专业,新北娱乐快报 公布渔船出海作业姿势,让民众上网查询,何时可以看到泵火仔美景,不再担心白跑一趟 强大的火光从渔船前方窜出在夜晚里的海上更是显得明亮 而眼前这么专利的奇特景象是金山区渔民古早的特殊捕鱼方式 而每年的夏季期间就可以看到这特殊的黄火捕鱼 而这样的景象更吸引成千上万的摄影爱好者 在岸边捕捉着难得的美景,因此为了方便民众知道何时出船 新北市政府今年开始成立脸书新北娱乐快报 让民众从网路上就可以得知渔船资讯 那这个陈兰娜因为它的特殊的渔法 也会让就是它有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观 那我们新北市政府渔月处这边 会在我们的网站上每日露出所谓的渔讯 然后让想要观赏这样捕灰亚一个奇景的人 就可以追着我们的渔讯来看 在传统的捕灰亚渔船作业的时候 成千上万的清零鱼要出水面 照样着黄火强光 成为许多摄影师捕捉的美景 而在脸书上面每天都会更新渔讯快报 让大家知道在什么时间会有几艘船 而另外新北市目前与海洋大学合作 将清零鱼研发相关的副产品 带动观光经济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去年 也辅导金山区渔会 对成兰娜这样子的鱼 做一个跟海大合作 做一个加工计划 那今年会推出 这个成兰娜的一个新产品出来 那非常希望就是大家到我们金山来 除了看成兰娜 捕灰亚的这样子的一个奇景 也能够品尝成兰娜的美味 渔业处长汪昭华说 捕灰亚渔法对于环境干了与冲击相当小 符合永续发展的渔业 而以往民众想要欣赏捕灰亚 碍于时间不固定 常常铺空 不然就是要等好久 而汪昭华说 今年与在地渔民合作 开放民众上船出海 欣赏捕灰亚 并且在网路及时公布 渔船出海的作业资讯 让民众抓准时间 能够欣赏到捕灰亚的美景 记者是团艺金山采访报道